其实说的就是最佳生育年龄,但早婚,满育群体越来越庞大,二胎又开放了,越来越多的宝妈想要生两个孩子,不只孩子们彼此能有个爸,家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也能大大提升,但是除了经济情况之外,本人的年龄是不是适合生二胎呢? 女性最迟多大还能要孩子,实际上,只需还没绝经,女性就有自然受孕生育的能够,自然绝经代表了卵巢公佑的衰退,此基础分泌干枯,月经中止,生殖公佑也就中止,普通来说,大少数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绝经,依据团体体质不同,有的人三十几次变绝经,也有50多岁还能自然受孕生育的, 在医学上,通常把绝经到来的前十年定位最晚生育极限,如55岁绝经,则45岁就是无效生育的最母年龄,过了无效生育年龄,女性受孕几率会下降90%左右,很难再怀上孩子,而是管婴儿等人工干涉手段,将女性早晚怀孕年龄再次推延,前不久,64岁是独产妇生下男女,母子安全, 这能够是国际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产妇,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级,国际外衣学家以为,女人最佳生育年龄为24到29岁,这个时期,女性卵子的质量较高, 怀孕后胎儿的生长发育良好,有产,早产,畸形儿和聪慧儿的发作率都比你低,生下的孩子大多聪明安康,另外,这个时期,女性的软产到伸展性好,子宫膨胀力强,买产机率少,风险性也小, 嫁定义任务或许其他缘由,担责了最佳生育年龄,也计能够不要逾越35岁生育,其实只需你没绝经,都有寄予怀孕,决定就是卵巢公佑衰退,生殖公佑, 其实大上述绝经年龄为45到55岁,但是根据团体体质不同,年龄会相差10岁左右,无效受益年龄的最晚界限,通常被认定为绝经到来的10年之前, 比如绝经年龄为48岁,由此推算,但18岁则是无效受益年龄的极限,这个后果是不是符合很多人的意料呢? 这也就是为何那么多的明星,不然年岁并没到绝经的年龄,可生蛙之路,却走得异常艰辛,要魔求子无门,要魔只能借助医学伎俩,人工干涉才干成功了, 40岁大F怀二胎时,简直每天都带有本人流产,更是在怀孕前三个月卧床,40岁的徐若轩卧床140多天,打了300多件宝胎,终于安康生下宝宝, 当然,仍有许多女性到了35岁当前依然怀孕并生下安康宝宝的,每位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同,祝愿一切母亲和宝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